迪英从小居然这么对待孙安佐!这位孔志玉过墙的明星妈妈居然自己断纵儿子虔诚!孩子全是被逼出来的啊! 近日,台湾老牌艺人迪英儿子孙安佐因涉及恐攻被逮捕,至今仍被拘留于美国宾州监狱。 据悉,18岁的孙安佐与朋友交代,让其某一天不要来学校,因为他要扫射学校。 之后警方从孙安佐家中搜出防弹背心,收枪,超过1600发的子弹。 说到孙安佐母亲迪英,她是台湾的老牌艺人,曾参与歌仔戏,电视剧的演出,代表作友包今天,和日君再来。 迪英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女人,早年在节目中说过因看不过拦截英耍大牌,便冲上去打她。 在拦截英没有还者后,扬长而去,之后在节目中大肆宣扬言语中非常得意。 迪英除了在日常生活中脾气非常暴躁外,在对待儿子时管控的也尤为严格。 曾在康熙来了节目中迪英的好友吐槽她,对儿子的学业要求特别高,如果没有考到100粉就把儿子屁股打到开花。 为了让儿子长个子,强行让11岁的儿子每天吃成人的饭量,盯住儿子把饭吃完。 更甚至,迪英自己在节目中谈论,晚上还会和儿子一起睡觉。 迪英所做的事情,自己所言都是为了儿子好,因为他是要当栋梁的一个人。 节目中的嘉宾在听完迪英所作所为时,发出那喊,孙小弟,你要坚强地活住。 当时的一句信言哪知竟成真,孙安佐果然在高压之下出现逆反行为。 旺子成才是大多数父母心中的欺怨,但是迪英的做法是否太过高压呢?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。 迪英本名林佳璇,袁明林妙希,台湾女演员,主持人,生于台湾,外省人第二代,祖籍中国浙江,曾参与歌仔戏,电视剧及综艺节目的演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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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